劳退分红来了 劳动基金运用局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绩效 上半年劳动基金大赚了7993.2亿 这写下的同期新高 尤其是新制劳退更是获利了5398.7亿 以目前有效的账户来计算 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得超过4.2万 相信要交给李杰说明 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了他们最新的绩效 可以看到在今年的上半年 但劳动基金合计是大赚了7993.2亿 可以看到他们的运用收益率 已经达到了13.03% 而另外在新制的劳工退休经济 其实在他们的收益数字 也来到了5398.7亿 他们的收益率也有12.96% 而当中有效账户有1272万户 平均每个人可以得到 大概是超过4万2000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也就是我们的新制劳退分红要来了 而且劳工平均可以领到4万2 是创下新高的 那么根据劳保局就指出 其实劳退个人账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他们的累积本金 累积本金就是每一年你去提交的 包括你的退休金等等 它是不会依照你的这个劳动基金的运用的亏损 而有所影响 而另外一部分就是收益的部分了 那收益的是会根据这个劳金局 他们的收益来做分配 而这部分我们可以提到是他这个收益的部分呢 会在隔年的三月来配到每个劳工的这个账户里头 而且呢是会连本带利的滚入下一年的投资 不过呢这可能要工作到60岁才能够领出来 那么如果有相关条件的其实也都可以到相关的官网来去查询 好非常谢谢李杰刚刚的说明 当然另外要来请教的是高压笼罩 今天全台湾都非常非常炎热 包括像是在台北市的摄子跟屏东三地门 今天白天最高温都冲上了36.9度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未来一周天气将呈现两阶段变化 尤其下周一到下周三 低压比较靠近台湾 雨区将再度扩大 我们再度把时间交来礼节 高压笼罩之下 整个台湾都热到不行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星期 其实天气会有两阶段的变化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受到高压的影响 几乎都是高温炎热的 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雨的发生了 可以看到其实在今天呢 整个中部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都是有下午后雷阵雨的 不过过了午后雷阵雨的时段呢 到了这个晚间甚至到清晨上午 其实水气会减少 而这样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星期天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下一个阶段了 也就是下周一到下周三 可以看到雨区是有扩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低压靠近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周一到下周三 低压比较靠近台湾 也因此呢除了台北之外 包括新竹以南的地区 都有可能降雨的方面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除了这个降雨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星期呢 高温都是非常的高 到底有多高呢 颜色越深其实是越热的 在西半部地区其实热到33到35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也是蛮热 也有来到32 33度 另外澎湖金门马祖也有30到32度的高温 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而最后要特别提醒呢 就从明天开始高压增强的影响 可以看到呢午后雷雨会稍微减少一些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气温又会开始上升 因此大家出门在外要多多补充水分 小心不要中暑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